装满了两袋子 还要拎稳油瓶子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加力扩重大豆油料 今年再扩重1000万亩以上 确保大豆油料产能和自给率 稳步提升拎稳百姓餐桌上的油瓶子 2月的海南三亚南帆基地 试验田里的大豆已经成熟 虽然大豆未来的主战场 东北黑土地眼下还没有完全解冻 但春天的这份收获 已经让科研团队兴奋不已 接下来就是抓落石 一摇有这个响铃声 就是已经完全成熟了 抗岛性 抗病性 还有的风产性 目前来看还都符合我们的期望 接下来我们的服务团队回到东北 下沉到地头给种地大户 合作社讲课 不光讲品种 还要讲配套技术 从中央到地方 大豆扩重今年还有不少新看点 农业农村部提出 确保大豆油料面积稳定在3.5亿亩以上 力争再扩大大豆油料1000万亩以上 当前在抓好生产的同时 要抓紧协调完善大豆和玉米生产者补贴政策 加大轮座补贴和产粮大线产油大线奖励规模 促进产销衔接 引导大豆加工企业到主产区布局 带动提高种植效益 争取每年都见到新成效 牢牢端稳中国人的油瓶子 在东北地区搞粮豆建筑 在南方地区倒油建筑 最大限度的套作建筑 然后让地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性的背景之下 最大化的释放它的钱了 事实上我们去年也做得非常的好 大豆的制给率一年时间提高了3个百分点 市场的地区 工资格 质是有所有的 工资格